很讨厌你 这是我遇到过的人家的处理方法 我觉得这个不好 是吧 雅芸 我觉得这人挺没情商的 我觉得其实还是他那方法更好一点 至少有个介绍人 他问了是有需要 只要我介绍人加一下 因为确实是不想加 如果真想加的话 就肯定加过了 就不想加的话 你总得有个推辞吧 刚才boss们未必会给他留港 但我觉得对于他来讲 可能最大的收获 是他来经历了职场的交流 他在这里头感受一下 这些企业家的需求 来 我们来看看 刘登的各位企业家 最终做何选择 祝贺你 陈辰 你的意向企业之一 静雯婚礼 胡静雯为你刘登 实际上如果按你现在的 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 就可能离我们的婚礼策划的 这个岗位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我们可以那个先试一下 策划师助理这个薪资呢 是四千五一个月 不含吃住 但如果你比方有销售啊 或者是你单独在负责 一个项目的时候 那可能额外还会有一些 这个绩效的一个提成在里面 地点在地点在北京 我如果去了之后 就是除了当助理之外 是不是就每条演出 我得免得去演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演出 好 你看嘛 他还有很多更多的自我的想法 人家不会老搞找一个人来唱歌 对吗 现在婚礼上不是唱歌 不是最主要的 特别他这种歌 对他说更适合的是去一个 朋友的公司 或者一个舒适的环境 再继续那个 然后找他的快乐 还不是说真的去工作 接下来 晨晨 考虑一下 胡静闻开出的条件 你可以选择静闻婚礼 也可以 谢谢 再见 计时 现在开始 你的最后选择是 我愿意 祝贺胡定文 也祝贺天琛 来 二位握个手 能重新开始需要勇气的 很为您的勇气而鼓掌 今天您的出现 我想势必会点燃很多 全职太太 家庭祖父 内星的那团火焰 其实今天大家想象一下 晨晨来到我们舞台上 他演唱的那些歌曲 时光洪流 在这首歌声当中 他过往的青春 和我们一起分享 而他自己带来的那首歌曲 活出个样来 给自己看 更契合了 像潮汐所说 今天您站上 非你莫属的舞台 为今后的人生去拼搏 去重新开启 梦想之门的努力 而且您唱的那段 河北邦子花木兰的片段 最后一句 您其实没有唱出来 所以在这儿 请允许我以非你莫属节目 主面试官的身份 邀请您 在离开舞台的时候 用您最红亮 最美的嗓音 把花木兰的那最后一句 唱出来 这女子们 那一点儿不如 很大 感谢您来到 非你莫属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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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吧 不是太满用 因为有很多的 现场的邻居应变的一些反应 我觉得自己还有在提高 然后我觉得今天还是有收获的 很多的企业家 给我很多的好的建议 对自己还是有帮助的 然后也非常高兴 进门婚礼能够牵手成功吧 也非常大的收获